嗨,各位小猜神,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過得還好嗎? 我們今天的夢夢vlog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小東西開箱 那這個東西比較特別,這個就是 噠噠,這看起來非常的高級 這其實是代理商送我的一個禮盒 但是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很好奇說 怎麼會收到這個東西,那它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先簡單做個開箱,然後我再來跟大家聊聊它的故事 那它這邊寫的是,我看一下 小茶哉堂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應該就會是 所謂的應該是茶的禮盒 那它這個真的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就是收到的時候我整個就是 嚇傻了,然後就想說,哇怎麼會有這麼大手筆 就是願意送我這個東西,那當然是因為背後的典故有關 那我後來研究了老半天,我想說這怎麼打開 我以為是這個金箔這邊要把它撕開,結果不是 它是左右兩邊 它這個是左右兩邊 所以你必須要從旁邊這樣把它給 這樣子打開,有沒有 那你這邊的話呢,它這裡是 這個方向它送的是一個茶 它這邊寫的是世界茶葉大獎,有沒有 噢,這個做得非常的漂亮 來看一下,欸,掉了 它這邊有一本茶的介紹 噢,這是IF的世界大獎,好 Good Design,這裡有寫到 所以如果你們有是學過設計或者是 相關科系的就會知道那個IF的logo 其實是我們很多設計人就是 就是畢生追求的一個,就是一個殿堂 如果能夠入選IF設計大獎就很厲害 然後它這個小測子是跟你講說 它這個茶葉是怎麼去栽種出來的 噢,它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是全彩的喔 然後後面有好多不同的禮盒 噢,對,我的禮盒就是這一個 對,這叫做小茶紅禮盒系列 噢,真的是開箱的皮體喔,非常的漂亮 對,然後我都不知道說 原來它可以是用這種方式去打開 非常的漂亮 所以它這個就是一個小茶栽糖的這個茶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它的一些基本的資料 我把它拿起來 欸,它真的設計的還蠻漂亮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 呃,類似像茶壺嗎 我覺得這種鐵的這種收納盒真的做得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Logo 它這邊弄得,欸,真的很漂亮 非常的有質感 那我現在是把它放回去的 這些禮盒我拿到我自己都就是捨不得使用你知道嗎 它這個非常的漂亮 這個世界茶葉大賞 非常的漂亮 好,來,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邊 就是每次拍這種所謂的Vlog系列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就是把生活中的各個不同的樣貌的一些 心得跟大家分享 雖然說它的那個觀看次數不會很高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分享我身邊的所見所為 喔,來了 噔噔 它這邊的話呢就是餅乾 那我看一下它寫這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它有一個小冊子 哎呀,不可以這樣放 呵呵 因為它這樣它會倒下來 好,基本上的話它就是 應該類似是手工餅乾吧 那它的餅乾是長這樣子 對 我看一下它寫什麼 小茶摘糖 然後它這邊寫的是 手工餅乾是玄米杏仁 所以它有好幾個不同的口味 對 它幾乎每個都不一樣 它有的比較厚 它這寫什麼 哎呦 紅茶土鳳梨酥 喔,它有土鳳梨酥耶 我是不知道大家寫不喜歡吃土鳳梨 但土鳳梨好像會比較酸一點 那這邊寫的 小茶摘糖在永康有旗艦店 然後也有代安創始店 所以這個小茶點系列 喔,這個有沒有 真的是非常的 好看 那它們應該也是用茶 茶葉來做元素 然後去做出裡面的一些食物 我真的必須講它的這個 包裝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甚至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捨不得吃 然後把它放到後面去 就是在這邊來做個版社也很好看 哇,真的是不錯耶 你看 把它放在這邊 哇 好看,好看 很開心 對 那這邊的話是代理商給我的一封信 那也可以 偷偷的唸 然後把關鍵的資訊弄掉之後 我就是唸給大家聽 他說,嗨寶可夢 謝謝你陪我們一起經歷了一場 漫長又艱辛的合作挑戰 他說 近期的話呢 我們有在跟不同的金融這個業者 做接洽 樹定不久的將來 就可以跟我還有卡板幫來做合作 就是 也感謝你這一年的 這近一年的幫忙 這樣子 好,我就覺得 這個代理商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那 其實 到底是什麼案子我就不方便講 但是呢 這也跟我前幾天有發的一個貼文 是有一個明確的觀點 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手機投影的部分 其實我在前幾天就是有在我的那個粉絲頁下面有講到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快抓狂了 如果你們有在follow我的這個粉絲頁你就知道了 那一篇叫做 2020年最瘋狂的銀行 年才過一半就有銀行上榜 你就會發現 真的 有銀行 很誇張 他們 對我做的就是 超乎尋常的要求 你們能夠想像到的事情 其實他們都都有做過 比如說 要求我的影片下架 要改變影片的內容 再來的話呢 也有這個 要求我這個文章要下架的 或者是 現在這個最誇張的是說 其實合作期間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們寫了 在這個合作以外的文章 他也來要求說 這個文章要幫我改 我就想說 這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就是合作合約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你要來改我後來寫的文章 對不對 也沒有不好 但是他就是覺得說 這個文章裡面的資訊需要正確 我整個就是 就一個頭兩個大 我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也太瘋狂了吧 就是 為什麼 就是 你是住海邊嗎 怎麼管那麼寬啊 好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 代理商他們也非常的可憐 因為他是假心餅 他夾在中間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前一陣子我就接到了 代理商的電 寫信 他就講說 可不可以就是 再跟你簽一個合約 然後就是來 把這個 銀行希望我修正的部分 把它做一個完美的結束 我這時候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知道 就是 這也太瘋狂了吧 就是 為什麼要 就是 掐著我的脖子 掐得這麼緊 到這麼誇張 我就覺得說 他們是因為看中我的影響力 覺得我寫的文章很多人看 所以 覺得這個資訊 要把它弄到正確嗎 但是我覺得這也太超過了吧 因為說真的 稱為一個KOL 或一個部落客 我最想要的就是一個 講 就叫做自由 你知道 自由的去講自己想講的話 那這件事情 只要不要在危害公眾利益 或者是 欺騙社會大眾的前提之下 其實 我們應該保有言論自由吧 但是這間銀行的作為 其實讓我 有一點 開始覺得不舒服 到覺得說 一管太多了 所以這是我個人認為 真的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但是呢我覺得 我們不要講太多細節好了 反正就是 年底我們有這個 尾牙同樂會 好不好 如果尾牙同樂會這件事情 還在持續延續的話 我再來跟大家做解釋 真的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就是怎麼會有 銀行想要就是 就是 牽制個人言論到一個 這麼極端的部分 那哪一間銀行就不多說 你可以自己去猜 但是我不會跟你講答案 但是我還是非常的 就是 我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寫信來問我說要不要合作 我就立馬打電話 跟代理商講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是太誇張嗎 然後我就說 這樣好了 我再幫你們最後一次 就是說 我依照銀行的需求 來刪改我文章裡面的內容 但是 就這一次 然後我也不要跟你收錢 我們就兩清就結束了 拜託不要再來煩我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合約已經結束 該做都做到了 不要再做合約以外 多做要求的事情 那代理商他就說 好那就這樣子 就結束了 也不要再簽約 因為我覺得簽約真的是 就是繼續掐著我的脖子 連我脖子都被掐斷了 太誇張了 所以我覺得 就這件事情我們把它做好就好了 那我也希望就是 不要再來管我了 真的是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下次如果要找我合作 我就要提高兩幣的價格 真的是太誇張了 啊 這個 合作 合作上其實真的是很辛苦啦 因為 我們的文章他改了三次 然後 沿了三個月之後 文章才上線 那這樣成效怎麼可能會好呢 然後所以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不OK 好所以我覺得 找到一個好的代理商 他能夠幫你把所有的事情 就是都處理好 當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遇到了非常龜毛的銀行 那真的是 就是非常的辛苦 然後也不見得會有好的成效 就是真的是 到底是為誰辛苦為誰忙 哈哈哈哈 所以 跟這麼多銀行合作到後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 有一些銀行就是 基本上 你可能還是要保持一點距離 就是 還是不要合作 這好恐怖喔 太累了 講到後來我真的是覺得 就是 唉 不要再說老闆 馬賽也不為你 這個真的是太誇張了 年底 有機會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 到底有哪些銀行 非常的誇張 我再來跟大家聊 所以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Vlog 可能很簡單的 跟大家做了一個 很棒的禮盒的開箱 這個是 小茶栽糖的 這個 很棒的禮盒 我覺得這應該也要一兩千塊錢吧 所以這個代理商真的是 非常的 有心 特別還就是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來送寶可夢 大概也是覺得說 我都沒有要收錢了 他可能也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 特別的準備了一個禮盒給我 我就覺得這真的是 很 很 很慎重的一個禮物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如果你要開始跟銀行打交道 你就會遇到這些狗幣倒道的事情 就是很誇張 哈哈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今天 TheVlog閒聊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或者你聽到一點八卦 然後你想要挖更深的內容的話 請你趕快來訂閱寶可夢頻道 好不好 然後呢 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八卦消息就是送到你家了 哈哈哈哈 當然不能夠這樣隨便講人家的八卦 但是呢 反正這是我的事情 好就是這個樣子 反正我也沒有講出來是哪間銀行 好 那也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呢 公開的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或是給銀行同業看一下 讓他來猜一下 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做了這麼過分的事情 好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永遠都猜不到的 好因為這個就是秘密 好不好 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